花联分局与警友办事处为了感谢金融机构 积极协助拦主诈骗案件 分局长陈文斌在25号的下午 继续前往了国泰世华银行 台北富邦银行以及永丰营 花联分行 除了是颁发感谢状 也执政礼劝给主诈有功人员 希望透过公开表扬的方式 维系警民良好的通报合作机制 并强化全民打击犯罪的决心 4月6号的这一天 在花联市就接连发生的三起诈骗案件 索性金融机构航员的高度警觉 才能在民众受骗汇款前 及时发现通报警方拦阻汇款 成功守住总计超过80万元的辛苦积蓄 花联分局与警友办事处 为了感谢航员的积极协助 分局长陈文斌在25号下午 特别依序前往国泰世华银行 台北富邦银行 及永丰银行 花联分行 除了颁发感谢状之外 也自证礼券给有工人员 希望透过公开表扬方式 维持警民良好的通报合作机制 并强化全民打击犯罪的决心 全民反诈是当前重要工作 辖区派出所与金融机构联手阻诈 是反诈工作中相当重要的一环 透过金融机构航员的高度警觉 借由关怀提问 而发现民众可能遭诈的情形 迅速通报拍手到场处置 还得以将诈骗男主义汇款之前 在此对金融的金融机构行员 致上敬意 也希望透过公开表演的方式 维系并强化警民良好的通报合作机制 并强化全民防诈 反诈及打诈的信心 花联分局也提醒民众 对于投资理财求职交友等讯息 都应该谨慎过滤查证严防诈骗 民众如果有发现疑似诈骗情形 可以拨打110或165返照专线 来做进一步的了解与查证 记者许立琴 华林氏报导